哈喽同学们,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宣草 宣草呢又称为忘忧草 我们先从它的花头开始刻画就可以了 藤黄加点珠标色,刻画出它的花头 注意花头前后的一个大小的变化 以及两个花卉之间的前后遮挡 添加一些花包去丰富一下画面 它们整个的聚散关系就给它体现出来了 处理一下画面中的细节,把花头完善出来 然后给它添加上长长的叶片 叶片在刻画的时候注意它们之间的一个聚散 以及长短的变化 这样的话画面就会非常丰富了 添加上一个小蝴蝶,这幅作品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